第六题有五位同学分别以同一把指尺测量书本的长度测量结果如下表 请问这本书的长度应记录为多少公分 我们看到第五位同学的23.8 他连准确值都跟别人不同 表示误差太大我们就不要理会 而前面四位同学准确值都是20 估计值0.4 0.1 0.3 0.4 加起来是1.2 有四位同学1.2除以4就是0.3 所以呢前面准确值是20 加一个估计值0.3所以20.3 所以呢我们第六题问 请问这本书的长度应记录为多少公分 我们答案选的是B20.3公分 这里要提醒同学注意的事情是 假如我们这边算出来结果是0.32 那么因为前面的只记录到小数点以下第一位 所以最后出来的结果也只有到小数点第一位 所以这二这一位呢就要四舍五入 现在应该要舍去变成0.3 假如是0.36 那我们就要净位变成0.4 这是要提醒同学注意的 OK 是0.4